我真的很討厭 既得利益者的嘴簾 一樣的錢給我越多東西是越好的 但是呢 就因為打著它的名號 對不對 它的名氣 在台生根比較久 所以說它可以 嘗試一點 偷機一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推車 來啦 精彩啦 刺激啦 來到現場的是 新車 Yaris Class 我們買的是 褲子破一個洞的褲洞版 75萬 當初有三個人機 71萬的享樂版 75萬的褲洞版 還有82萬 潮丸版 對不對 潮州丸嘛 這個我們買的是75萬 為什麼買75萬呢 為了跟這個 MG是一樣的價錢 這樣才能稍微做一個比較 一樣花75萬 差異在哪裡 精彩啦 刺激啦好不好 對對對 上個禮拜 MG的影片上了嘛 對不對 馬上有人留言耶 你是不是收Toyota的錢 那我今天拍完 我是不是變成Sony上錢 不是 我每拍一部片 就有人說我收了哪邊錢 重點 我覺得那都不重要 收錢天清地義 合情合理 但是問題是我沒有收錢啊 我一毛錢沒收還要背罪名 阿呆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很不划算 不划算 蠻不划算的齁 所以呢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為了要支持小師 自己花錢買更多的車 來做我自己最主觀的測試的感想 如果希望小師繼續持續做這件事情 也請訂閱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 超級感謝按下去 刷到底 輸入卡號 有效綿月 還有安全碼 安全碼 阿沒辦法 我沒有收錢 還要被 講這個被那個炮 講這個被那個炮 這樣好像不太對吧 好不好 支持一下啦 今天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1.5 1496CC自然進氣 厲害啦 106匹馬力 14.1公斤米的扭力 前輪驅動CVT 7速手自排 變速箱 前賣花城 後拖翼幣 帶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看起來我覺得就是 縮小的這個 CC RAV4 現在車都這樣 X1 X3 X5 差不多就是這樣 有沒有 現在車不都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也合情合理 長得像我覺得都是合情合理的 這個我們選中間的等級 所以 我們來看它前面 我們就掃了這個霧燈的部分 霧燈的部分要最頂級的才有 大的一個水箱護罩 而且有做一個黑色的鋼琴烤漆 比例也是好 它有做一些遮擋的地方 不是空空的看進去很多線 但是問題來啦 它做的又不平均 你知道我天平座 你知道 它這個擋的不平均 東一塊西補一塊 我會覺得看得有點矮幽 好不好 不過也不錯 這個可以防止石頭打進去 或者是看到太多沒有必要的線路 像我覺得中間這個不規則的地方 應該是在擋六角鎖 以前喜美的車有沒有 前面有改網子K8 這網子剪斷 手伸進去 就可以把引擎蓋六角鎖 拉開 然後引擎蓋就開了 然後把你的電瓶拔掉 你的防衛器就掛了 然後就去挖你的鎖頭 就進去了 要上景語喔 不要亂寫 好那下方呢 整個保桿有大概50%的比例 就是這個 就素色的防花材質 那跟往常一樣 就是 軟軟的 而且你看這一搖去上面都會動 這很正常 整支保桿是一體的 所以拉下面上面會動很合景合理吧 那側震的部分呢 好像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正常發揮 我覺得有一個蠻特別的 引擎在中間它有設計一個隆起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可以看到前面這個 很帥 大公羊你知道 有一台車叫大公羊 你自己去搜尋 開皮是215 60 17 雙色切削 那我覺得是安全牌 那側面呢 有一個輪弧的防花材質 連接的側裙 側裙也是全部都是防花材質 那如果是頂級版 我記得會有一條銀色的烤漆裝飾 後照鏡也是沒有鏡頭 也是沒有盲點 對前面也沒有前車雷達 A柱的地方 黑色的地方是用貼紙的 還不是雙色烤漆的 所以你如果要全白把它撕掉 就全白了 那側面只有水切的地方 是鍍鉻 其餘都是黑色的 包括這個都是貼紙 它這個B柱都是貼紙 前面兩個門呢 有支援摸門 但是不是 不能開 你要開 還要再按一下 好像聽說遠離自動上鎖 有嗎 有吧 沒有吧 我很遠了耶 我要走到忠孝東路了耶 沒有鎖啊 這沒有嗎 有啦 有 有有有有 要等它一下 不是人家都上車了耶 哈 照這個距離跟時間來看 人家都上車 油箱蓋 我不是要尿它的聲音喔 怎樣 那什麼臉 我只是在講 油箱蓋還是一樣 要從這個座椅旁邊 外壓設的 繩索的 要拉繩索的 它不是跟著中控鎖的 好不好 後面的尾燈呢 長得就很像那個 現在的TOYOTA 然後它的燈應該都是LED的 然後呢 後保桿基本上 全部都是防掛材質 只有 兩個雷達 兩顆而已耶 側面還沒有耶 就兩顆 丟 太丟了 倒車嫌疑要選配 好 我們看一下後車廂來看一下 我發現一個事情 就這個 這個 這個我昨天不小心敲到 這聲音真的很響 非常清脆 而且你看屋頂就沒有了喔 對 這個超級響的 這樣聽起來比較有質感 好不好 好來開後車廂看一下 沒有電動尾門 一樣 你要頂級的 才有電動尾門跟腳踢尾門 這樣連 沒有 後面有一個燈是LED的照明燈 底下呢 有蠻大的一個空間喔 兩邊呢 這個四蓋打開 一樣會有兩個 小小的置物空間 對 沒講到 補胎工具在裡面喔 然後呢 它的遮板有上下兩層 可以選擇 你可以把遮板弄低一點 但是呢 你如果要後座 打平要比較平整 你這個板子要放上整 六四分離 算平啦 只有一點點隆起 一點點斜度而已 還算蠻平的 這台車的前一台車 就是ZS開了一兩上個禮拜 這台車我也大概開了 兩個禮拜有了 第一個喔 當初我換的第一天 我跟我老婆最不能習慣 就是開門 因為它的腳鏈做得比較 沒那麼緊 我上一集有講ZS的腳鏈做得蠻緊的 門關起來是比較有質感的聲音 那這個門關起來的那個 六角鎖聲音就沒那麼好聽 你們自己實際到展間 如果兩台車你們有做比較 覺得聲音有一個落差 這沒有代表安全性什麼 這只是一個感覺問題而已 第二個是因為它腳鏈做得比較鬆 加上門很輕很容易開過頭 這門真的很輕 我們第一天開關門的時候 都關太大力 真的你開過MG的門 你再來開這個門 你真的會關太大力開太大力 甚至第一天我還開一個Pump 真的真的很輕 來看一下門板 門板上面是軟塑膠 中間是皮革 再加上一圈黑色鋼琴烤漆的飾板 那下方就是硬直的塑膠 這邊有兩個飲料罐的位置 然後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它中間的塑膠的這個 條紋的裝飾是做立體的 它這次車子裡面有很多元素 都是這種立體的條紋 那這個就是烤漆的塑膠 很輕 這個很沒質感 手把是一個置物盒 其實我很在意這個 阿丹你會不會在意 有些手把這個就直接是空下去的 我會喔 我是喜歡置物盒的 我覺得你既然要做了嘛 就多一個地方放東西 這很方便耶 放手機啊 有的沒的 蠻特別的 這邊有一個高音喇叭 設計在A柱上面 接下來看一下椅子 它是六項手動調整 頂級有電動椅嗎 也沒有嗎 我看一下 我擦這個 好像沒有 還有金裝耶 金裝可以金裝到90幾萬耶 夭壽了 金裝再金裝 商金裝 三金裝 7749裝 夭壽 夭壽 嚇死人 近百萬啊 太屌了 六項的手動座椅 高低 椅背 傾斜 椅座前後 它的椅子就是安全牌 我覺得坐起來蠻舒服的 我老婆第一天從ZS換到這台車 一上車說 我們這個椅子比較好坐 那是它的主觀感受 我是覺得偏軟 但支撐性也不怎麼樣 我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椅子也沒有任何的 材質上面的 跳色啊 什麼都沒有 就是很安全牌的一個椅子 那我覺得最鳥的就是這個方向盤 塑膠的 它頂級的不知道有沒有包皮 七十幾萬耶 大概我能接受 就Cole Plus沒有包皮 我可以接受 欸 Cole Plus才50萬的車而已 它沒有包皮 我覺得很合理 這個沒有包皮 我是覺得有點不能接受 好 那它的方形的氣囊蓋 就是現在四代的 都是這個 小小的正方形的 欸 對 行李架有沒有 朝晚版才有車頂行李架 來看一下 欸 不過不錯喔 你看它這個 現在幾乎每間車廠都懂得要做這裡 田葉子版的縫 A住側邊這個縫 都懂得要做一個隔音墊 減少一些風切聲 但是它這個 防水膠條 隔音防水膠條 我覺得它的材質上面 摸起來就有一點偏廉價 我所謂廉價就是因為有比較急 好不好 你們自己如果有去展間看 你可以去摸一下 因為不要看這個橡膠 也有分重量 密度 質量 我是覺得就有一點 覺得摸起來是屬於比較廉價的膠條 不會啦 他們很懂得做車 知道把錢省在哪些地方 你看這膠條其實摸起來都很薄 很薄很不厚實 這不是硬尿啊 這是我自己主觀的感覺 好來看一下 左邊呢 霧燈的按鈕 自動頭燈 循性防滑 預防碰撞系統 跟胎壓偵測的按鈕 那我記得頂級的還多一個 好像是什麼後方車流 預警 還什麼的按鈕 左邊有一個零錢盒小小的 那它這一次的中後台呢 就是採取這種皮革中間一條藍線 那當初那個發表會的時候 我看完原氣氛燈 我想說哇屌了 其實現場看這個材質 有一點像中國節的材質 藍色阿呆說像中國節的材質 你看我剛剛講的 3D條紋的元素又出現在這裡 好儀表我頂級的才有全彩液晶嘛 我們這個就是指針式的 左邊是轉速右邊是時速 中間有一個小小的資訊窗 中控台是硬的 這麼軟喔 滿軟的耶 空空的 沒關係啦就這樣 然後它的刷起來 比MG順一點我覺得 那個MG有人說那個耶 不是啊 它本來就是要停兩秒慢慢刷下來 每一次都成功 你有看到留言嗎 有啊 那你就慢慢刷吧 不是啊 到底是 這我要怎麼講 應該這樣講 這沒有什麼對跟錯 就很簡單 手機有刷的順的刷的不順的 你刷的不順 你用習慣也是OK 這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你高興就好了 我只是主觀的去告訴大家說 我用起來反應是慢的 就這樣 好不好 我們結案 一直回答問題回不完 好 這個 中間的出風口呢 有一個警示的按鈕 然後它是做方形的出風口 它是不能關起來 它這要怎麼把風關起來 對啊它沒有全關耶 我沒有看到它有全關的功能 然後這個 我剛剛講條紋的3D立體條紋元素 這邊也有貫穿到這個整個副駕駛座 那整個這個中控台呢 在空調面板控制的地方 稍微有點偏向駕駛者 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的Apple CarPlay也是要插線的 那我有一點比較頭痛的 線就是要從這邊 你手機要放正的話就會垂一條線 再來第二個就是 它這裡有一個置物盒很深 但是它這裡竟然沒有任何的插座充電孔 什麼都沒有 它只有一個後座安全清廊燈的顯示而已 這有一個預留孔 它是不是偷掉了 這個預留孔的大小 看起來像是兩個USB Type A的駕駛 金裝版 金裝版有嗎 好吧 那我們窮嘛 75萬 我買別台車有電動椅耶 也有插頭耶 有吧 有有有 我現在都會懷疑耶你知道嗎 缺了什麼都不奇怪 好不好 然後它很奇怪 很像說好的 我一定是跟ZS比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最近就是這兩台車一樣價錢 然後我相信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是在這兩台車中間要選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一定是會拿這兩台車直接來做一個對比 好像講好的 它的空調也不是恆溫的 也是一樣做液晶的 那個ZS坐在大面板上了 也不給你恆溫 然後這個也做液晶了 也是沒有恆溫 它只有這個溫度的控制 跟風扇的控制 剩下的實體按鈕後面這邊有一個電子手煞車 跟一個AutoHaul 然後呢這個跟那個什麼 MGA很像 我不知道 講好的誰學誰 這裡也做了一個這個 一個比較高聳起來的一個擋板 這邊有置物盒耶 擋板的這車有置物盒 後面有兩個杯架 杯架呢上面也有一個巧思 可以固定這個罐子 中央扶手拉開也是滿小的 中央扶手是不可以動的 在我的右邊的腿的側邊 安座的左邊呢 也有一個皮革縫製在這邊 來方向盤的部分 左邊是所有資訊窗顯示 跟音響的一個控制 右邊就是你一些跟車的系統控制 比較特別的是 右下方有一個Drive Mode 短按會是Power 長按會是Eco Mode 大概就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一下 這Power是有效還是沒有效的Power 然後剩下的 來對方向盤 ZS也沒有 為什麼 我跟你講它頂級的可以前後 頂級的有四向 所以代表做得到嘛 有嘛 但是你要加錢 不是不給 它是錢不夠 不是不給是錢還不夠 所以我開這台車我有點龜 就是我的腿比較長 所以我如果要讓腳舒服的模式下 我的手就沒有辦法 是標準的彎曲 的開車的姿態 除非我坐得很正 才有辦法 是標準 所以對我這種身高的人 腳比較長的人 我就覺得 這個不能前後對我來說 是會困擾的 這不是每個人都會困擾 有一點很屌 它現在黑天篷 你ZS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 米色天篷 我知道了 黑天篷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不容易髒嘛 第二個 這個漏水比較不容易看到 你如果是米的 一灘濕濕的 很容易就發現了吧 如果黑色只要不滴下來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怎樣 不會被發現 類似這種感覺嘛 所以黑天篷好嘛 黑天篷 然後這個化妝鏡 有燈泡 不過這看起來像是乳素燈泡 你看連智能板都黑的多好 我就說說做黑的就好啦 不過我覺得像這種 室內燈的材質啊 看起來都有點像 廁所燈 每個廠牌都差不多是這樣 沒辦法 這按鈕看起來怎麼好像天窗的按鈕 它國外有天窗嗎 國內到頂級是都沒有天窗的啦 本來還有油電板 國外我在義大利有看過油電板 台灣就沒有 好 然後它的這個手套箱 我覺得算 以我最近開那麼多的車來講 我覺得算表現不錯了 現在大家為了要 這個腳的空間要弄出來 手套箱這個地方都做得很縮 都切得很薄 所以手套箱我覺得 比現在的新車 比以前的車都要來的 坐的都要來的小 來把我坐姿調 現在最低嗎 最低了 好最低了 我大概剩一個半的拳頭 現在是最低的坐姿 好看一下後座的位置 滿大的耶 意外 通常我的坐姿來到後面都會變得很悲劇 網友都說小事情不要再坐了 每台車可以坐起來都變得很小 其實不會 這個椅子是退到最後的喔 我老婆她都是退到最後的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而已 所以這個是最後 所以這不要當參考 她還是可以再往前一點 好那這個以我的坐姿為主 你看還有一個多成 我覺得這個表現算不錯 而且中間稍微的隆起 8公分左右吧 後面有一個出風口 底下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不過不容易發現喔 你可能要低下來你才看得到 而且這個Type-C 兩個Type-C還有蓋子 這個還滿有巧思的 比那個我上次那個MG 兩個看起來很像是硬磚孔的 這落差就出現了吧 因為剛拍嘛 對不對馬上就有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椅子特別厚 好厚 真的好厚 我在拆應該是國外有電 要放電池 對 所以來台灣就直接把椅電弄厚 不過還蠻好做的 而且它可以調整喔 它有兩段可以調整 Isofix一樣後面兩組 不錯 我覺得後座舒服耶 認真 不知道會不會暈車就是了啦 等一下開就知道了 但我覺得後座算舒服 你以為我要說少一個地圖帶對不對 不是啊 它這是布耶 好吊喔 後面是布耶 這真的是半皮耶 有沒有 前面給你皮 後面就給你布 不錯 省在這種地方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你看 人家也可以放腳 MG在那邊 嗆說 可以放腳 哈哈哈哈 好 它這裡是可以放腳 它沒有中央扶手耶 頂級才有啦 我們這個是只有六四分離 沒有中央扶手 後座只能靠門板的那個小小的杯架 但前座就比較多 前座除了中央扶手有兩個 門板都各有兩個 所以前座有六個可以放飲料的位置 好不好 中央扶手要頂級的才有 好啦 反正我們這個買一樣價錢呢 就是為了要試給大家看 出發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來囉 我又開了 欸 我開多久啊 兩個禮拜沒 應該有喔 差不多 跟ZS差不多了吧 來喔 分享心得好不好 106匹馬力是不是 我跟你講 你知道舊型的小鴨還109 它越做越小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時候還是傳統變速箱 消耗更小 那開起來才是爽 那才是Toyota你知道嗎 油門吹了就 就 很像那種蓄勢待發 有沒有看過人家跑那種零四那一種 燈還在亮的時候就一直 動動動動有沒有 吐頭吐頭吐頭 跟你沖血的那個一樣 哈哈哈哈 可是這個喔 不僅變成106匹以外呢 那它本來已經改CVT很久了 哇 這開起來真是High啊 來我們現在爬個坡 讓大家聽聽這High的聲音 我跟你講 基本上這爬到坡真的是 很用力啊 很辛苦 ZS開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緊接著呢 就換這一台大壓 我們叫它大壓好不好 好緊接著開了 也是兩個禮拜左右 其實剛開始開的第一天 好明顯 有好多 差異性還有不習慣的地方 當然以這個加速來講的話 坦白說 我覺得 ZS好一些 有人實測對不對 是不是壓力是比MG快 我這幾天要仔細揣摩了一下 我知道為什麼 我在體感上面 MG開起來會覺得 好像加速比較快 差別就在於啊 我覺得 Toyota在做車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它可以在這個四驅的時候 把車子做得很輕快 所以我覺得 在大概0到70這一段啊 壓力是真的輕 不是滿輕盈的 但是一旦速度上來之後 我覺得70超過以後啊 應該是ZS加速比較快 而且雖然啊 這個壓力是加速在四驅 0到70我覺得蠻快的 但是如果你在全油門的狀況之下 你會覺得 引擎快炸掉 那以前聲音真的很大 所以我覺得一般人呢 不太會在0到70這一段 把油門踩到底 退檔運轉 我覺得那個引擎的聲音聽起來 真的你會覺得它好像快死掉了 很操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快在0到70這一段 補充一下這幾天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在於隔音 兩台車的隔音 我真的覺得有差啦 隔音是一上路就明顯有感 包括引擎室傳來的 地板傳來的 風接聲傳進來的 天篷傳進來的 基本上我覺得坦白說 就真的有落差了 你看我現在一上來 我從90要加速到100 我們明顯可以聽到 我覺得你們現在收音聽到的 可能不止引擎聲還有風切聲 嗯 真的蠻大聲的 我覺得如果單就它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正常表現 我說實在話 Toyota正常表現嘛 它可能從很久以前它就是這樣 但是呢 我有一個比較意外的地方 我記得我從 Auris開始 Prius 5 是不是 我就很稱讚它的 新一代底盤 對不對 但這一台 我開了以後 第一天開 我熟悉的Toyota又回來了 好 那這個底盤是大發的嘛 這個好像不是 不是Toyota的 TNGA系列 也不是不好 但是就是 真的有差 調性啊 又回復到了我熟悉的Toyota 那當然這個不一定是壞處吧 有些這個 開習慣Toyota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車 比較有親切感吧 好 跟車的部分呢 我也有試喔 煞車很急 我覺得它的加速跟煞車都 不是特別舒服 偏急促了一點 而且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當你在下坡的時候 假設我們現在定速100對不對 那你在某一些高速公路路段 下坡的時候你可能會超過嘛 它不會減速耶 它不踩煞車 它也不降檔 它就 讓你自然而然的超過100 我試試這樣 如果有車主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是覺得在下坡的時候 像我們來公司 剛出這個算木柵隧道吧 就是從木柵往南港這個隧道 一出來以後 應該是一個下坡 那時候我用定速100的話 它剛好是一個下坡 它會滑超過 害我又自己踩煞車 因為上面會躲警察派超速 對 所以我就 怎麼一直還是105 你知道嗎 一直往下 它煞車才很急對不對 滿大力的 滿大力的 還很遠對不對 因為它要維持這個距離嘛 所以它的煞車是明顯有感的那種踩 剛剛那個感覺應該是說 屬於那種不太會開車的人的煞車法 因為體感明顯有感的那種踩煞車的力道 它煞車踩的比較沒有那樣的緩和 然後當然這個大家都知道吧 乒乓球四的Level 2 就是它沒有車道的維持跟置中的功能 它只有幫你輔助修正回 所以你快超限了拉回來 你右左邊快超限了再拉回來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乒乓球四的輔助 那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在那邊吵 那個誰誰誰說是Level 2說有置中 那個誰誰誰說沒有置中 誰誰誰說怎樣 網路上大家都在猜有沒有 我跟你講不用猜 一開始我就知道不用猜 這有夠大聲的 那個隧道裡面跟大聲 不是我跟大家講 其實網友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你們不用猜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是賣車的人 它有這個東西它還不大吹特吹嗎 它還需要寫得很隱晦讓你去猜嗎 應該不用吧 626都寫得出來了 你覺得 車到至終它不寫嗎 合理吧 它如果有它絕對不會讓你猜 它會寫得清清楚楚 它不要寫超過就不錯了 你還希望它少寫 你想太多了啦 然後我對於它的底盤喔 我剛剛說它底盤回覆Toyota的感覺就是 我開起來覺得自己沒有重量感 其實車子 你體會得到車子是不重的 是輕盈的 那這個呢 也反映在你過很多的坑洞上面 包括你過坑洞底下傳來的反饋的聲音 包括你的方向盤的感覺 你的體感 你就是Toyota 真的熟悉的Toyota 這台車我在這邊幫你下一個大標 熟悉的Toyota又回來了 它底盤沒有什麼不好的 就是滿足大多數人用車的習慣 你要說它這個坑洞處理得非常舒適嗎 也沒有 那你說過彎有支撐器嗎 也沒有 那有沒有以前那麼像船是少了一點點 但彈跳感是有的 你看每個減速波清清楚楚告訴你 從聲音 從你方向盤反饋 從你的體感 甚至有時候你過那個冷孔蓋 有時候過冷孔蓋有那個金屬敲擊的聲音 有沒有 你都清清楚楚從那個底盤聽得到 我有一次在環東 往二高方向 經過我們公司上空的那一段的時候 大概 那邊有個彎有沒有 還不敢過 那如果MG就過了 我踩煞車 我降了 踩彎過去 因為我覺得我車快翻了 真的 我當下 我說這台車很棒 它給你的體感很好 就是你當下 你不會做超過你能力的事情 你當下你就很清楚 我如果這個速度 面對那個彎 我可能會翻車 真的 就是那個感覺 我真的不會講 那種感覺就是 你很想要忍住再持久一點 但是你的身體告訴你 我已經差不多了 你不要想忍了 那種感覺 我就真的才煞車 降速 我才趕過那個彎 太可怕了 我整台車的那個動態 那個晃動 那個側傾 已經讓我有一點嚇到了 所以這個 如果你要拿我跟前一台車比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 在這方面很明顯的不同 其實現在有方向盤輔助的功能以後 其實車子多少都有虛位 但這台車的虛位 我有試過 比我前一台車 也就是MG還大 你看 特別大 特別大 虛位角度特別大 它有蠻大的一個空間 是空的 好 我們來 我不好意思踩到底 因為我怕它 真的蠻累 我現在沒有踩到底 還有一個 它是不是有S檔 打過來以後 它的S檔是沒有任何功能的 我所謂的沒有任何功能 是有一些 像MG有沒有 你一打到S 它有類似Sport的功能 但是這個你撥過來S 它不會幫你降檔 油門反應提前等等 它都不會做 它就是純粹的 換成手自排 像在MG的 MG我記得它沒有Sport的按鈕 所以我就有時候需要 想要比較 車子比較有力一點 我會撥到S檔 它會有幫你 有一點像油門加速器的感覺 反應提升 然後延後轉速才幫你換檔 但是這個YARIS沒有 YARIS你撥到S 它就是純粹的 就讓你 它沒有換檔快撥 它就純粹的讓你用排檔桿去換檔 它這裡這個Drive可以去按 短按Power 所以我現在換成Power了 Oh shit 有差嗎 我把它按掉看看好不好 好這很簡單 我維持3000轉 按到Sport 一樣 沒有任何反應 也許有些微啦 只是沒有那麼的有感 很可怕 真的蠻可怕的 剛剛在彎中 過了一個彈跳 很可怕 偏軟啦 真的是偏軟 但是我是這樣覺得啦 反正 大家很清楚它的定位 就是可能你作為這個 人生的第一台新車 Toyota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 有很大的一個目標族群 就是這種很多的社會新鮮人 蘇社會不要花太多錢 雖然所謂的不要花太多錢 現在也很多錢 以前一台Yaris52萬 G版小鴨 一直到最後一代好像有漲到60萬左右吧 但是其實都還滿便宜的 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已經到了7175 717582嘛 所以其實 你要說這通膨還是錢越來越薄 我不曉得 反正 好啦 反正它的 鎖定的目標族群就是這種 社會新鮮人 買菜車 家庭用車 等等的 那我覺得 以這樣子的一個 角度下去看的話 其實我們剛說的那些都bush 對不對 都是屁嘛 還是賣很好啊 反正就買它就對了 很多就是這樣的感覺 反正我買這個 我又沒有要像你這樣 在那邊爬坡的時候 拉轉速 在那邊過彎的時候說 好恐怖喔 會彈跳 我們又沒有要這些東西 對不對 為什麼要開那麼快 所以它的族群是 目標是很明確的 不過你單純 你花這樣的75萬這樣的錢 買到這樣的配備 感覺好像 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比配備 比價格 所以你要說它完全 還是可以統治整個車界 我倒覺得不太一定 我是覺得現在不太一定 我爬一個小角度過 好你必須踩更深 要不然你會覺得你爬不上去 它沒有顯靈 連顯靈都沒有 看明著都要選 不是吧 所以我上一集講的沒有錯 它坐車那麼久了 它一定知道你要什麼 對不對 那它為什麼不給你 這還有什麼話要講 盲點也沒有 我是覺得 不太能理解 就是現在已經什麼時代了 不是10年前 那我覺得這個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現在人用得到的 我覺得它橫穩沒有就算 對不對 那給個顯影吧 我開完ZS開這台車 我回家 我後面有一根電線桿 我停車位 我倒車會怕 不是你知道不會撞到 但是你有時候你距離 就不好拿捏 因為我如果停電線桿太近 我後車還沒辦法看 所以我當然知道說 嗶嗶嗶嗶嗶嗶 這個會撞到 但是我沒有辦法很精準的抓到 我原本停的位置 你力也是雖然糊糊的 對吧 你至少看得到 但至少你知道柱子還離你多遠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這樣 好啦 結論 就是我覺得 Toyota呢 這一次出的Yaris Class 它依舊是一台Toyota 能夠載著你 完成你所需要的 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個通勤也好 使用的需求 它能夠很好的滿足 包含空間 油耗 尤其大家最喜歡的妥善率上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符合 絕大多數的使用者需求的一台車子 這樣的價錢 以下75萬 當然能夠配備更多 我們需要的比如說倒車顯影 盲點偵測系統 對不對 如果加進來其實更趨完美 我真的覺得說如果它75萬這個價格 我也不要求多什麼要車道至中 要恆溫空調 天窗 有的沒有的 我也不要求 我覺得以Toyota的這個人家名氣大 你看那個像那個巴黎世家有沒有 人家一條束帶就可以賣 賣一萬多塊 你去小白有錢 那一包就30元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以它的名氣 當然我們不要要求太多 對不對 我覺得也不要說你要多好的隔音 空間聲要多小 但我覺得呢 你給我個盲點 給我個顯影 環景我也不要求了 我很卑微 我覺得多這兩個 我覺得真的 日常生活使用起來會更棒 但是呢 就因為打著它的名號 對不對 它的名氣 在台生耕比較久 所以說它 可以稍微 嘗試一點 投機一下 好大概就類似這種道理 好不好那至於 結果是怎麼樣 就讓消費者 你們自己去定奪 覺得拿個划算 CP值高 那我覺得兩台車呢 都可以去 去現場 比較一下 那今天我自己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 兩台車使用起來真的在 穩重感上面有差 MG有開起來我覺得比較有穩重感 那這台開起來就很Toyota 是以前的那種Toyota 隔音感覺也差了一些 那配備更不用說了 好不好 唯一勝出的就是 載台生耕多年 應該是吧 就這樣嘛 載台生耕多年 沒辦法 既得利益者 你知道嗎 菜鳥就要比較巴結一點嘛 合情合理吧 老鳥總是比較秋啊 這很合情 走到來都一樣啊 好不好 所以這個觀眾也不用太氣憤 反正就是 一人搶一行 選一個你們自己適合的車子 那後續呢 我們也會再做一個企劃 把兩台車拿起來 周對施殺一下 既然我們錢都花了 兩台車都在現場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比較一下 第二點 現在為什麼讓年輕人去交車 就是怎麼樣 累積他們的實戰經驗 那以他們20來歲的年輕人的一個 眼光跟看法 來拍攝影片 那讓跟他們同輩分的人 能夠從裡面得到一些比較輕鬆 的一個感受 至於老屁股 喜歡看我在那邊 有的沒的 就看我沒關係 好不好 對年輕人 高台貴手 要不然他們會色孔 你知道嗎 像阿丹就有一點 有沒有 相機拍到的時候 渾身不自在 想說生怕說錯什麼話 對不對 要被攻擊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意見 都是意見 我小思也不是專業的 我們就是講出來給同溫層聽 那我們試著讓這些年輕人 也找找他們同溫層 這台沒有召回 這台是說要回廠怎樣 保養是不是 就例行保養 例行保養 為什麼那麼快就要例行保養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不是啊我講一下 這Cienta肉水 現在到底處理怎樣 如果有這個Cienta的自救會的 記得這個私訊給小思 還是留言小思 可以讓小思也知道一下這個進度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 既得利益者的嘴臉 應該講說 現在的人都很注重自己的權益 對不對 那我覺得 財團如果想要在台灣做得久 我一直在強調這後勤不能擺爛 好啦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可以小鈴鐺 下週見 掰掰 下週見 Rulisa好 Rulisa Rulisa 阿但你過年回家 會不會被人家問說 這個年紀還不結婚 我還不到吧 你還不到喔 還沒吧 快過年,一年又過了 對啊 所以下次遇到那個親朋好友問說 怎麼這個年紀還不結婚 那要怎麼回答 可能我運氣比較好 可能我運氣比較好 阿但這一年過去了 本來今年想說 今年的展望就是過年前交個女朋友 你有下這個目標嗎 沒有耶 好險 我本來今年展望是想要再交一個 過年前交個女朋友 然後當你回頭 現在已經年底回頭省事 你這個願望已經完成一半了 因為快過年了 已經完成一半了